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回到佛陀的故乡分享会 这是由新加坡仁义会主办的一个分享会 线上分享会 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春花师姐 她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菩萨 可是她在尼泊尔待了一阵子来圆她的梦 也就是来孝顺上人 所以呢欢迎春花师姐你好 大家晚上好 Dr Ho晚上好 感恩大家晚上好 好那春花师姐你先首先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说 你是怎么会有这个姻缘可以到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尼泊尔啊 先我一个简单的介绍自己先 好 因为我从小都从五岁的时候就没有我母亲在身边了 全部都是靠姐姐阿姨和邻居的阿嬷 互相的照顾 教导我 还有在自己的伯父 父亲和姐姐的身上 他们的身教学到要多去爱人多去帮助人 所以我就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我是来自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所以小的时候我总共有七八位兄弟姐妹 不过从来没有说为了穷 觉得自己很苦 反而觉得自己很幸福 因为有家人的爱 家人的邻居阿嬷的疼爱 阿姨的疼爱 所以我就这样慢慢的成长 也很感恩我父亲 他虽然自己本身没有机会受教育 不过他发愿 他改天结婚后 他要给他的孩子受到教育 因为他的思想和善人的一样 观念和善人的一样 一定要有教育 改天才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家庭的生活 还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家庭的环境情况 所以父亲给我上音效 我也很感恩父亲 因为在1960年 大概1970年的时候 新加坡开放 有那些投资的公司进来新加坡投资 连我就进了一间电子厂工作 我总共做了差不多40年的电子厂工作 连自己克勤克难克减 因为从贫穷的家庭 所以自己很节省 不舍得搭车 为了要省下来回一毛钱 以前我们搭车很便宜 五分的钱而已 所以走路去学校 走路回来 连就这样慢慢的 还有因为我父亲 没有受教育 他来新加坡的时候 他是做苦工 他是做 以前英文叫做孤立 做孤立 他是在新加坡河 以前的新加坡河很肮脏 他在新加坡河那边做工 我们小的时候偷偷去那边 看到父亲的做工 工作情况 真的很不舍 所以那当时我就发愿 我长大之后 我做工 我要存钱 我要储蓄 给我父亲跟我伯父 两位过得好日子一点 所以就这样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慢慢自己的储蓄 就去帮助人 帮助左右邻居 帮助我的同学等等 我父亲的教导是说 你身上如果有一毛钱 拿五分钱去帮助人 然后当时我还很小 不懂事 就讲我父亲 爸爸你很减肖 你很吝啬 你要帮人 为什么你不要帮一毛 你要帮五分 然后我爸爸就讲 五十五小 啥女儿 你帮一毛 等一下你肚子饿 怎么办 然后我就说 爸爸你很聪明 留五分 如果肚子饿 就还可以买点东西来吃 那么我从小的时候 兄弟姐妹之中 我吃了很多面包皮 因为面包皮不用钱 那个卖面包的叔叔 就一个礼拜会给我 几天的面包皮 然后叔叔说 卖面包的叔叔说 妹妹啊 你吃肉丝皮 没什么稳 没什么搁鸭 叔叔给你一点鸭鸭 我说不要 叔叔你的鸭鸭 不要钱 我就不会接受的 然后我就说 我每天拿那个面包皮 点那个咖啡 这样吃 也是吃饱 温饱 温饱一餐嘛 然后我就很开心 这样 就当我出来 车位上做工的时候 跟我同年一起上学的同学 也是来自贫穷的家庭 我们互相的疼爱 互相的爱护对方 互相的帮助 所以我这样慢慢慢慢的成长 到我 我在工作 刚才我说 我在工作上 已经做了整40年工作 我提早退休 因为工作的关系 双脚的膝盖 经常疼痛 经常疼痛 因为工作的关系 有时要抬高 抬重的 或 有时要推重的 那个机器这些 我们以前做工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有分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们一脚踢 什么都做 工钱少 不过一脚踢 什么都做 我也感恩 这样给我自己磨练出来 肯吃苦 肯耐苦 就这样 那么我就这样 慢慢慢慢的存钱 存到我 在我退休55岁 我在45岁的时候 我就打算55岁要退休了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 因为我是单身嘛 没有结婚嘛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 改天没有孩子 我老的时候 我的生活怎么样过 我去哪里拿生活费这些 所以我就自己计划了十年 十年的薪水啊 这些我点点滴滴 储蓄起来 那么我也很照顾自己 因为我是很耗动的人 一直有运动啊 这些去爬山啊 这些等等 所以我就要跟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有很健康的身体 我才可以去做我所需要的做 那么我要退休之前 我的外甥 我有两个小外甥 就是我姐姐的两个小女儿 她们是在新山的慈祭 她们当时已经先 比我先加入慈祭 那么我在大爱台 看过上能够开市 当时我有跟我姐姐讲 姐姐啊 改天如果我想修行 我要跟这位师傅修行 那时候我很赞叹山人 我看他开市 可以开市一两个小时 做得没有动 好像我们做动 你看我现在做 我整天动来动去 但是山人不会 山人做得很直 我很赞叹山人 那么我就说 我就要跟着山人 修行 包括我退休的时候 因缘不居足 因为我退休 差不多一年 一年退休之前 我的外甥跟他的师兄 有来新加坡 带我去牛车水 参观慈祭的会所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多多了解一点 不过我有跟我外甥 跟外甥女婿讲 我看我不会参加慈祭 然后他们就说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要做一些 有意义的动作 付出 我说对 不过刚才你没有听到 那位师兄讲 他们要搬去 搬去巴斯里 太远太远了 我说 因为我说 我又没有 不会驾车 从我家 要去到巴斯里 要两个多 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出 所以我就说 看看姻缘 那么我就退休之后 我就到 到处去做 义工 那时候我不知道 义工跟志工 有什么分别 那么到时候 当时我去做义工的时候 我去做的时候 我答应了我朋友 说OK 我要去 这个礼拜天 我要去 做义工 那么当时 因为还年轻嘛 还年轻 五十五岁 有一点贪 那个贪欲 朋友叫我说 你要不要去 出去 运动 出去爬山 出去什么 我就说 好啊好啊 那我就跟你们去 那我就跟我朋友 讲对不起 我不去做义工 苗 然后这样 这样繞来繞去 繞来繞去 繞了五六年 这样 到我六十二岁 我才自己 知道自己 要走的路 所以我就自己 走进来 持继 那时候 在福慧 已经开了 诊所 就是有 西医 牙医 眼科 然后我就 去那边 做 来做的时候 我又去做 环保 从环保开始 做环保 职工 做得好开心 然后来 什么我就参与 我进来 持继的头四年 我是承担过 副协力组长 跟正协力组长 还有承担了三年的 庙音 种子 不过呢 我当时真的是 学得很辛苦 一 因为我是受 英文教育 不懂得华语 不会看华语 讲一两句会讲 不过不懂华语 OK 又不会唱颂 因为我耳鸣 我的酸耳 都是听不到 如果耳鸣 所以我就说 不要紧 我敢敢 我听善人 每次开始说 我们要敢敢地去承担 所以我就敢敢地去承担 这个妙音 种子 然后我是怎么样学习来的呢 我是用我的 左眼跟右眼的脚 去看旁边的人 的手语 怎么样 手势怎么做 我就跟着他们这样做 那么 我进来辞机的时候 我说 Oh my goodness 全部是华语的 苏语华语 善人开始讲台语跟华语 还有 我说 我是英文教育 怎么办呢 连当时的慈青 每个都很有爱心 他们讲 师父 师父 别怕 我们来跟你翻译 翻译的时候 然后才给你 那时候 我只是用Nokia的手提电话 只是听电话 接电话 这样而已 接电话 挂电话 接电话 然后他们就鼓励我 去买一个 smartphone smart handphone 然后我说 买那个手机 我又不会用 然后我进来的时候 原本我有兴趣想说 去做人文正善美 因为当时我是想参与人文正善美 不过因为自己不会写华语 连又不知道说 可以用英文来写的 所以我就放弃 参与人文正善美 我就承担 这个生活福田 就是拿扫把 拿奔斗洗厕所 这些我就会做 因为平时家庭也是这样做 所以我就承担 生活福田到今天 今天的日子 不过我做得很开心 越做越开心 我什么都参与 房师也参与 去做 去打扫 感恩户的家 我也有去 然后有出国 去做议诊等等 然后后来 去年我就听到 善能在呼唤 说要翻转 尼泊尔 佛陀出生地 那么当时的 我就在想做 我多么希望 自己有这个福报 可以去到佛陀出生地 不过呢 我华语 比这些血不大会血 所以我说 我去到那边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然后呢 我就跟我自己讲 没关系啦 去到那边 哪里需要我 我就做什么 我什么都可以做的 没问题 那么我就 跟南凯师兄 那时候我在 我们今年 2023年的义卖会 南凯师兄有回来嘛 然后我就跟南凯师兄 谈一下 然后我就跟南凯师兄 南凯师兄 我可以报名 去尼泊尔吗 南凯师兄 很鼓励我 他说可以啊 那么我就报名 他报了名之后 差不多三个礼拜 三四个礼拜后 南凯师兄 就花兴趣跟我讲 说 出外师姐 你去南比尼 执行党批准了 台湾那边也是批准了 我当时多么开心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很听话 善人教导的 说每天要投足筒 要讲好话 所以我在申请之后 我就每天投足筒 我要去南比尼 我要去南比尼 学习 我要去南比尼 付出这些 每天都投足筒 我加入持续 还没有加入持续 到现在 我没有停过一天 不投足筒 因为三人每次跟我们讲 说好话 心想好意 脚行好路 所以我们是记住三人的教导 所以我就这样 一听到可以去的话 我好开心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讲 sorry 我要去鲁米尼 我要去鲁米尼 where is 鲁米尼 I say in India 尼泊 人家 why you need to go so far for what 我说 我要去那边做职工 然后我就去 我的朋友 有些朋友 我的同学 因为年龄 差不多相差一两岁 他们就讲我 Siz 你知道你几岁了吗 你73岁了 还要去这么远 做职工 本地 本地不是可以做 我说可以 不过有机会 有这个符法 可以去 活着出生地 我要去 我这样讲 我发愿我要去 那么我就准备了 一些食物 然后我就带去那边 那么带去那边 我们一号起飞 去到基隆坡 转机去 加州满都 去满都 去满都之后 又住了一晚 各天才飞去南比尼 做内机 去南比尼 我们到南比尼的时候 就已经 二号的半夜了 二号的半夜 我们感恩那边 曼尼师兄 跟 尤尼师兄 他们两个这么晚 还在那边 等着我们的抵达 然后带我们去 住旅 办店 旅店 hotel 那么在那边 我们住了一晚 隔天 因为坐内机 要飞去南比尼的时候 时间还未到 所以 南凯师兄就安排我们 到处去逛逛那边的寺廟 这些 然后我感觉到 一起飞到那边 到格曼都 到南比尼的时候 我整个心 觉得很安静 觉得很平静 我说 这个是我的第一 时刻的 感觉到来看佛陀的故乡 整个人真的是很平静 那么我就去那边 他们说 那边天气很热 对呀 每天的天气是40度以上 40度以上 有两三天 我们会遇到50多度 不过 好像是在 spa里面 每天早上出 那个hotel room 那个hotel 房间是有冷气 不过那个hotel的房间 经常就会有 power supply cut off 它的停电这些 那么一停电 房间里面有 emergency light 就是说 车所有emergency light 房间有一张 风扇 也是有emergency的 还有 就是 三个 一个是风扇 一个是 电没有电 然后一个是 然后我就说 厕所还有灯 如果半夜起来 要去上厕所 尤其是年长者像我这样 半夜有时会起来 一两次去上厕所的 不过我们去之前 南凯师兄跟 修正师姐有 定名说 叫我们要带LED light 万一因为那边有 经常会停电 我就没有带 因为伙伴们说 他们有带 所以我就没有带 那我就去到那边 很感恩 一切都很顺利 每天早上起来 出了那个 房门 我们去到那边 是2号半夜 3号早上的时候 我们就去 从我们住的 Aroka Hotel 半店 去到我们的 office那边 走路 差不多10分钟 10分钟 然后10分钟的时候 然后我会经过一片地 有看见 好像那些 camping的厅 这样 然后我就好奇 就这样跟他 看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问 师姐 这些厅 有人住吗 他说有啊 有人住啊 就是这些厅 他们住也在那边 吃也在那边 煮也在那边 我真的很不舍 我说为什么 他们没有屋子 你看这个照片 后面的那个 就是我们所住的hotel Aroka Hotel 连那边的人 很单纯 我爱上 我很疼爱他们 我爱上他们 因为他们很单纯 你教他们什么 他们就会听 会做 他们也没有的比较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这样的过 所以 我们就每天 我们教他们华语 我爱慈记 I love慈记 所以我们每次 走过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 小孩子跟学生 他们看到我们走过 他们就会讲 我爱慈记 I love慈记 这样 跟我们打招呼 这样 然后 我们就这样 每天这样走来走去 我也不感觉到 很辛苦 只是天气 会比较热 在新加坡的时候 30多度 我就 整天讲 哎呦 为什么这么热 天气这么热 这样 不过去到那边 40多度 每天 对着40多度的天气 慢慢慢慢地适应了 不过因为我们穿长袖 穿长袖 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 怎么 就这样 过座 第三号早上 我们很早就过去 会所 参与他们的 慈善日 就是仿寺日 我们 跟着 本土之工去 有 有三位 本土之工 带我 我们四位 我们带 盐啊 米啊 油啊 这样过去 他们的家去仿寺 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那边 有40%的 居民 是 穆斯林来的 穆斯林来的 他们是 穆斯林 他们是说 你看他们是 印度人 不过他们是 穆斯林 因为我们有 这么多宗教 所以 这边 新加坡也是有 印度 穆斯林 所以跟他们 打个招呼 去到那边 我傻傻地站在旁边 也不敢拍照片 因为我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拍照片 会被拍照片 会得罪他们吗 还是什么 冒充 然后我就说 不要紧 我就在那边听 听了之后 我们离开 那个 那个户人家的时候 本土之工 就介绍 给我们听 跟我们讲解说 这户人家 是什么 有一户是 先生 刚刚 婉生 刚刚婉生 他有一个 儿子 一个媳妇 有一个孙 那么 儿子在市场 卖肉类 做不缺 卖肉类 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我只会 跟他们点点头 这样 微微笑 这样 抱抱他们 这样 那么 就这样过了 过后 我们有参与 我们有参与 去 学校 本土的 本土的 职工 去学校 教学生们 经思乙 上人的 经思乙 他们 这些学生 好可爱我 他们那些 本土职工 教他们 经思乙之后 就教他们 用他们的 幻想力 去画 画出来 你看他们 他们画得 多么用心 都画 发得 这么漂亮 这么明 我也不大会讲 尼泊而已 我只是跟他们讲 两个手 站给他们看 拍拍他们 抱抱他们 这样 我跟他们讲 Well done Very nice 这样 然后 只是他们 这些 本土 这些学生 他们的课室 我们进去的时候 课室是很 灰尘 很大堆 一大堆 他们也没有 像我们这边的学校 有坐椅 又有冷气 这些 没有 他们的是 常坐 椅子也是一个 座椅 可以这样 学来坐 我们就教他们 你们来学校 拿一块布 妈妈坐椅 妈妈椅子 才坐下去 连他们那块布 是堪堪的 又没有去 论识它 所以你骂的时候 那个灰尘 也是飞上来 不过他们 很会 受教 他们很乖 他们过后 他们就 会去 论识 他们的布 他们也会扫地 我说你们来学校 课室要扫扫地 他们也会扫地 就是教他们 一些基本的 然后过后 我们最后一个 就是请老师 这位就是老师 这位长旧的就是老师 请老师来 跟他们用 泥波语 跟他们重复 一切 解释给他们听 那么过后 有一天 我们就说要 举行大型 大型的 品书会 就是读书会 所以我们要去 村庄 村庄去邀请那些 村民 出来参与我们的品书会 那么我就 我这组很幸福 有一位老师 小学老师 他不是小学校长 他叫木地 木地老师 校长很好 他就带我们去 去品书会 那么这个是过后 这个照片是过后 还没有到 因为品书会 我们就去 这位穿蓝衣的 就是木地 木地校长 我们就 爱家 爱户 这样去 做爱撒 然后祈祷的时候 先给他们抽 金丝尼 先给他们抽 金丝尼 金丝尼的纸上有 英文跟尼泊尔文 英文跟尼泊尔文 人就 叫他们读 尼泊尔语 他们会读 不过 英语他们就不会读 那么 他们本土的人 好像这位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 穿黄色衣服 跟红裤 这个单条旁边 他也会帮助我们 在做翻译 给这位阿公 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因为开始 这些村民就以为说 你们是 外地来的 朋友 你们是来 要来这里做什么 然后他们就解释给他听 上次我们来这边 跟他们互动 要来这边教他们这些 然后他就 我们当天 整个村 邀请了88位 邀请了88位 村民 出席那个读书会 那么这个大型 你看 你看他们这样 这小小的年纪 他们很 学习的 那个精神很好 你教他们什么 他们就会点头 他们会跟着你 教 你看他们 就在那边 我们就解释给他们听 这位阿嬷 这位阿嬷 坐在那边 我就跟阿嬷 不会跟阿嬷讲 尼波而已 我就跟阿嬷讲 你拿一个精神语 拿了之后 我就在那边 本土之宫 本土之宫 解释给 给他们听那个 精神语的意思 你看那小孙子 站在旁边 听旁边看 所以去那边 我们要带着一个 很单纯的 精神跟想法 去那边 你看 这一位 他是住在学校 我们各天要 举办那个 品书会学校的旁边 这位年轻人 也是很 很勤劳 他自己在家里 做一些工作 因为他们那边 有很多学生 大学生毕业了 也是没有工作做 也是没有工作做 我们也有去过 木地 木地 校长的家 木地校长的家 你看 我们去那边 他们就 我们去了 爱家乌乌 走啊走 他们问我 本土之宫问我 师姑 你的脚 你年纪这么大 你的脚不会酸 我没有听到你们 你说酸啊累啊 我说不会的 很好精神 精神觉得很好 然后我就跟他们去 然后就在那边 请了他们 然后各天 五点 我们品书会当天 我们有一辈了 准备了 这间就是木地 校长的家 绿色这间就是木地 校长的家 我跟他的家人 在谈话 你看他的 比如说宝宝 你讲话 你跟她妈妈讲话 她一只眼睛看着你 盯着你好像在听 我们在讲什么 这样 注意了 注意在听 我们在讲什么 那么 我们去了牧的88位 你看他们当千 他们来品书会的时候 我们抱这个孩子 孩子也不会说 你是外人 我不要给你抱 我们新加坡这边有孩子 有些孩子你想抱他 他不肯给你抱 你想跟他拍拍手这样 有些孩子会 有些孩子不会 他们会怕陌生人 他们不会 尼泊尔那边的孩子 不会怕陌生人 他们很亲切 你抱他 跟他玩玩一下 他们就OK的 那么 我们就去了 隔天 你知道我们 上次三人开市 不是有讲 有说学生 拿过纸 拿纸来拿食物 真的很不舍 所以他们在尼泊尔那边 就在台湾那边 订了800个环保碗 环保碗 环保碗 环保碗就叫当地的妇女 车那个男子的袋 放环保碗 我们每一个袋 放一个环保碗 一支汤匙 这间是第一间学校 我们去做品书会 总共有300个环保碗 要跟那边的当地的村民 结缘 然后我们有跟他讲 这个是环保碗 用了可以再用 用了可以再用的 那么改天你们来参与 我们的活动 这些等等 请你们带你们的环保碗来 请你们带你们的环保碗来 所以他们就 你看开始的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没有做布 我们说我们持继人物 因为有做布 这个没有做布 不好看 所以后来又叫他们 去车那个做布 车这个做布 那么我们当天 5点 5点20分 15分20分就出发了 出发我们去到 一位志工的家 因为志工的家 他是在那个乡村的外面 他的家里面 去那边做印度饼 他们叫Puri P-O-O-R-I Puri 然后他的哥哥 在后面煮 一大窝的咖喱 家里 那么他的太太 他的姐姐 等等 一起出来 我们一起做 那么 当在做那个Puri的时候 我要坐在地上 很矮 一个很矮的凳子 然后他们就问我 我要坐在这个 很矮的凳子 他们就问我 师父 你OK吗 马来西亚的师姐 也是问我 师姐 你OK吗 你年纪这么大 我说可以的 没问题 然后我就坐在 我跟他讲 我的手势 不顺 你们做得很顺 我跟你们做一个一个 给你们去roll就好了 然后他们就做 你看这位 已经怀孕七个月 他就是我们的 本土志工 Krishna的太太 Krishna的太太 他三个月 生了一个宝宝 你看我们坐在那边 坐的时候 坐一下子 不要紧 我们坐了很久 总共坐了600片 600片的Puri 然后坐了之后 拿去后面 拿去后面 扎 扎了之后 我们就 我们就坐了 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摆桌子 有Puri 有Curry 我这一个篮子 这个篮子是放香蕉的 所以我给他们 一叠三片Puri Curry 跟一条香蕉 他们这样用餐 他们那边的人 不像我们这边 一早就用早餐 等一下又用午餐 他们没有 他们两餐一起 就是说 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叫brunch breakfast跟lunch combined together 他们只是吃一餐而已 这位师兄 这位师兄 之前有去过马来西亚 做工 他做了很多年工 他现在 与他的太太 这位就是他的太太 同修 一起来 在那边做志工 他们同修 他们两个 两夫妇很可爱 所以我就跟师姐讲 这位利凤师姐 是雪隆的师姐来的 他是教育的师姐 所以我就看他 利凤师姐 这位师兄跟他的师姐 我们可以慢慢地 给他承担 相机组 因为我们观察 他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坐 这个是我们出发之前拍的照片 我们来到学校 学校又要去 走到后面后面去 搬椅子 长座 长椅子 搬出来外面 搬出来外面 就在那边 脑部稍微骂骂一下 因为他们那边 那时候也是没有水 就慢慢地 就摆好好 连品试会就开始了 品试会就开始 那边虽然是说 天气很热 40多度 不过 我们的活动 通常用在 9点 10点 就结束了 结束了 我们大家都回去 那个Aloka Hotel 回去Aloka Hotel 我在那边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 学做印度饼 我从来在新加坡 没有做过 这个 我觉得很开心 去那边可以学到 做他们的印度饼 你看他们村民 每个都很有笑容的 很开心 我们只是用 点点头 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说 一个称呼 我们每天早上看到 下午看到也好 什么时候看到也好 我们就会 怎么说 就是说 你好你好 这样 你好你好 一个打招呼 这样的 那么我们每天 在那边 每天盘晚 有上尼泊尔克 上尼泊尔克 有一位出家的师傅 教我们 他在找我们一个小时 教本土志工 华语 本土志工华语 本土志工的课 它 个课程结束之后 就轮到我们 海外的志工 去学尼泊尔克尔克尔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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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that可以叫 在我们自己的国土没有应用到 所以渐渐慢慢就会忘记掉 不过我们有抄下来写下来 所以我到现在我有空 我就会翻翻一下看看一下 不过你看一句一句 你要写起来才会成一个sentences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 因为谁忘记 哎呀这个怎么叫啊 那么有时候那么本土志工就会教我们 提醒我们教我们怎么讲 真的师姐我打菜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折袋新闻 就是关于你的那个 对对 那个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对可以看得到 可以 这个是我们在布置 秉书会的之前的 用心打扫和布置 为的就是欢迎村民的到来 这天来到吉安普拉瓦学校 不是来开家长会 而是一起来读书 导读人正是学校校长莫迪 而要办大型赌书会并不是一蹴而就 一开始志工想要在兰皮尼办小型品书会 无奈多数本土居民英文成都不佳而无法落实 后来找到莫迪并委托他翻译书集 禁思语第二集 也让他对此季有更多认识 所以这是很高兴 让人们有机会 听到他的教证 我希望他们能够进行 甚至每个语言都能够进行 所以我很高兴 前几天一阵子他就帮我们翻译 经济上我们发放那个环保丸的时候 忽然间回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直接在无地的学校办读书会 所以短短拜三到拜六 这几天整场读书会就办上来 菩萨永远大家何地成就了 这一场无比你第一场读书会 有趣的戏剧加上小组讨论 99位村民一起交流和分享心得 鼓励人人惜福造福 我们今天学习的工作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好事 我们在做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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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们什么好事 但是很多人都不能说 他们做什么好事 但是他们在做什么好事 读书会后 村民一起享用志工清新准备的早餐 并学习使用和清洗环保碗 加强卫生和环保观念 跨越种族 宗教和语言翻离 通过读书会把正法回归佛陀的故乡 让本土居民心灵更富足 大约新准备的故乡 大约新准备的故乡 好感恩 因为他们那边的村民 他们小孩子去上学 他可以带他的弟弟妹妹一起去上学 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他们 那么他们来上秉书会 也带着他们的宝宝过来 他们会感觉到很亲切 我们当他 我们互相是好像一家人这样 很亲切 所以他们就说 我跟他们讲 他们就跟我说 你会在这里多久啊 我说我会在这里一个月 他说一个月 为什么不要住久一点 那么我跟他讲 有机会 我发现我还要回去尼泊尔 这些都是我们 读书会评书会玩的时候 我们会给每一位 一包 乳 跟一包饼干 一包饼干 这个是我们去访识 村民的时候 一个乡村的时候 有一位大学生 他毕业了之后 他没有工作 他找不到工作 他很有爱心 他在那边 帮村民的孩子 早上一堂课 晚上一堂课 帮他们补习 教他们之间 这个孩子 这些孩子好可怜 你看他们没有坐子 没有椅子 这个地方是 一位好心人 借出来的 给他做课室 教孩子们读书 你看他孩子 全部坐在地上的 所以我们给他们 一些文具 笔 书包 这些书本 他们孩子很开心 你看他们那种笑容 很单纯的笑容 真的很得人爱 得人疼 真的很得人爱 这个是我的帮爸 这个是我的帮爸 他们这位是书记 书记是本土志工来的 他是我们的同人之一 他很可爱 他跟他孩子讲 你们来跟师父领文具的时候 要弯腰 要弯腰 跟他 教他们我们的轮文 慢慢慢慢的教他们轮文 你看 中华师姐 你要不要讲 你们到那个 南底 是啊 我还要分享说 我去那边 帮助 帮助 因为之前 我们不是在 加勒曼都那边 有一佛节 那一佛节过后 那个一佛台的布 没有洗 全部拿回来南比尼这边 连放在 放在那个 一边 还没有洗 那天我们去那边的时候 我们没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上去那边 去洗 去洗那些座布 洗那边 座布洗了之后 我们要上到屋顶上去 晾那些座布 那个座布 他们 这边我是在那边 我在厕所里面 我要洗那些布 也没有 我们没有用洗衣机 因为那些布是很薄的 用洗衣机我就没有 我又又不会 肮脏嘛 放一点 洗衣粉下去 这样晾一下 就洗了 洗了之后 就拿出去外面 晾晾 那么我是 这么可爱的人 我晾不到 因为上面只是一条绳子 这样反过 这样 要晾上去 那我没办法 就教一两位 比我比较高的师姐 我说你们来帮我 晾一下 没有他们没有 那个 革裤 加布 加衣服的 那边的风很大 风很大 因为你在 凉台上面 风很大 随时会被吹 吹下楼下 所以我就去那边买 我去那边买了之后 真的一只鸡跟一只鸭 一只鸭跟一只鸭 因为我跟他们讲 我要买那个 加衣服的价 Coppet 他们不会听 英语他们不会听 那个店的人不会听 然后后来还好 遇到一位 职工 他是来学习做 Volunteer的 他在那边打工 他就看到我们的衣服 制服 他认得我们制服 他就来问我们 师傅你们要找什么 那我说 我要买Coppet 然后他就跟他 用尼泊尹跟他讲 找了好几间店 终于给我找到 然后我就买了 带回会所那边 亮了就跟他 加起来大风 才不会把这些布 吹掉 因为那边的太阳 40多度 我们洗了 一两个小时后 就可以收了 干了 就可以收了 可以收了 所以我们就跟他 收起来 折起来 然后我在那边 也是有帮忙 一转七八杀 因为在那个 饭店 hotel 不是要 hotel的 chef 厨师 要煮饭 然后煮两餐 你看我们去买菜 我们去那个 那边 买菜有店铺 店铺有两间店铺 卖菜 一间比较便宜 一间比较贵 然后我们每次去这间 这个老板这边 跟他买菜 买的菜 他们很好 他们知道 我们住在Aroka 他就说 那个菜很重 他说 你坐我们的摩托 我载你回去Aroka Hotel 然后我坐在他的摩托后面 他们就问我 你坐过摩托吗 我说小时候有坐过 如果 这几年 这几十年来没有坐过 然后就载我 他们的路不平 你坐那个摩托 好像坐那个 什么 碰碰跳 碰碰跳 这样这样 就这样 载我们回去Aroka 他们那边的人 真的很好 你看买了 回来之后 我们就要帮忙快点 几位志工帮忙 切那些菜 切了之后 我们就排得好好 跟那个厨师讲 这个配这个 炒一顿菜 你看一下子我们就 炒了三四样菜 不过每个午餐跟 晚餐 一定有尼泊尔菜 一定有尼泊尔菜 因为他们本土的人 不会是我们 所教出来的 我们的 中华人 华人的菜市 他们不大会 不过有鼓励他们 要吃 学习吃 我们的菜市 这个是在我们有一天去 也是在 那个教授 那边 跟那些教授老师 去有一个会议 然后我们在 那个 Buddhist University 这一个地方 我们在那边 办 那么早早 我们进去的时候 没有这些桌子 这些全部的 我们去 我们要去 干那个桌子 干来 就骂干他 找不骂 这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拍照 他是跟着他老板过来 我们叫Buffet 叫Sansiyang 这样 你看这个芒果是我摆的 我早早叫他们摆芒果 他们这样 Stack over it Stack over it 我说 我们的人文 我们要人文 所以我就摆给他们看 摆给他们看 我们要这样摆 所以你看他们就这样摆 连这个老板 很可爱 他跟我讲 他问我 Auntie How young are you 他问我几岁 我说你猜 他猜我50岁 我说 哎呦 这边好吃的东西 我又不知道 去哪里找不到 我就请你吃一大餐 我跟他讲 我73岁了 他说 真的吗 他说你还比我奶奶 比我奶奶还年轻 我奶奶 不做东西了 50岁都不做东西了 听我说 就是我来这里 要鼓励他们出来 付出咯 他们也可以出来做嘛 所以 他那位老板就很可爱 他就叫 Can I call you grandmother I said can 你有资格做我的孙 我做四代的 我已经四代的 真祖姨 真祖母的 我有我姐姐 我脱我的姐姐的福 姐姐做四代了 我姐姐已经有16个真孙 我说可以 你有资格做我的孙 他就叫我阿嬷 那么我们有买菜回来之后 我们煮了菜之后 我还要从 Basement 煮的厨房是在Basement 它的Basement 真的是 好像进去Spa 因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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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个 它有窗口 不过没有打开 那个窗口 因为它有一张 风扇而已 那个风扇通常不打开 不开 因为你一打开 风扇 那个Gas 不是煮 不是就比较难煮 所以它没有 开那个风扇 我们就煮煮好了之后 我要从楼下 拿布 弄干净那个布 拿上去 那个 Dining Area 餐 Dining Area 就去那边 骂骂了 那么 那个菜煮好了 一盘盘这样 从Basement 拿到一楼 拿到一楼 放进那个 Tray里面 然后就盖住 然后我们又拿一个 小盘 有 那个 拿菜的 这些 价值 这些 全部放在那边 吃饭时间到了 志工 就会下回来 就大家下来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吃得好开心哦 虽然那边是很简单 那边没有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样 你想吃青菜 就有青菜 那边没有 那边有大葱 马铃薯 羊角豆 它们有 那个 咖喱花 那么咖喱菜 我们这边买的 咖喱花 是一粒白白的 它们那边不是 一粒小小粒 有很多 旁边 那个 叶子 连那个厨师 不知道 要将那些叶子 丢掉 我们跟他讲 这些叶子 可以吃 洗干净了 我们跟它 切悠悠 你放下去炒 就有一道菜出来了 所以我们很节省 那个西瓜 我们吃了 西瓜皮 我们没有丢 切到外面 它呈青色的 那个白色 我们就切切切 快快 也是放下去 参加去炒 也是炒一道菜 出来 很有番茄 每天都有 尼泊尔菜 不过还好 我很喜欢吃印度菜 因为我一路来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我去到哪里 我都会吃印度菜 我很喜欢吃 因为我喜欢吃咖喱 有那个 spices 我喜欢 我喜欢 所以我去到那边 吃没问题 睡没问题 你看这个 是我们 陈医师跟 南凯师兄 他们安排 我们去 摩耶夫人 花 摩耶夫人寺那边 庙那边 去送经 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要坐在地上 地上很肮脏 所以我们每个是穿白裤 所以我们就叫那边的 本土人 本土的伙伴们 看他们有没有一片 好像mat这样 他就拿这片来 给我们揉下来 放在地上 我们就坐在那边 送经 那我们送经的时候 树上 那个 那个 天空 有一尊佛像 有一尊佛像 那这个送经 这个是送经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 给它卷回去 捡回去 绑回去 还给 他们 就是赫师姐 我播给大家看 那个 我们在送的 品代 可能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来到了蓝皮梅花园 我们今天的目标地点就会是在摩耶夫人庙 那刚才志工们进来都是以一步一字这样走进来 那我们在进去前呢 我们也必须要把袜子和鞋子脱掉 视角走进去 那我们刚才进去了摩耶夫人庙里面呢 里面就有一个marketplace 这个标注的地方它是佛陀的出生地 所以我们刚才就进去绕佛绕法 然后瞻仰了里面 那因为里面不能够拍照 所以我们就没有拍摄这样子 当初呢是因为这个摩耶夫人 他要回那个女人家去拜茶 所以路过这一边 然后希拉多太神就在这一边出生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荒无调很久 没有人知道 那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一本形状法师 和笔记 从这个笔记当中才找到了这个点 那个点就是这个希拉多太祖出生的地方 也可能因为夏天的关系啊 所以蚊虫比较多 所以你在送读的时候旁边就会有很多蚊虫来干扰 那你要怎么样把心安住去 把这个无量一经去念完哦 这也是很蛮考验大家的功力的哦 那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来到这里 就拿着无量一经来送 这个意义是什么 上人一行意义是想正经佛教再传回来的 那这个地方你看一年啊几百万个游客进来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说佛陀要讲的是什么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这边送无量一经 是想说佛陀真正要带出的最后就是菩萨道 要怎样去拔护异乐 所以上人的比较要我们说 我们要入真去去走菩萨道 我们从做宗邪 邪宗邪 所以我们是Buddhism with action 从我们的动作里面我们去了解佛 最重要还是感觉说能够接触佛法 然后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念诵无量一经 来感受这个佛法的真实意 感受实际的菩萨道的这个道路 这样子 这样子已经闻你真正 你感恩 感恩我们有这个福报 我当时我也想做要回去尼泊尔 也是因为想做 心里想做感恩善人 有这位名师来指导我们 来带我们 传法给我们 那么我用什么来回馈给善人呢 报答善人 所以我就说 善人要翻转尼泊尔 佛陀出生地 我就说我要去 我来我去 希望我这次去到那边 付出 点点滴滴 可以回馈给善人 感恩善人 这几年来的教导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 回馈给善人 所以我只跟我自己讲 我付出 因为我要做到最后一口气 可以做我就做 可以走我就走 有时候做到累的时候 就要慢下来 慢下来不是说什么 慢下来就是因为要 充电 走更远的路 如果不充电 我们毕竟是皮跟肉做的嘛 皮股肉做的嘛 所以我们没办法一直这样撑下去 跟你讲不累 身体不累 老师讲身体真的是很累 不过精神上觉得很棒 我也很感恩自己进来持继 12年到今天12年 今天已经8月了 5个月 5个月 5个月了 5个月30天 那么我进来持继这段日子 我尽量去可以付出的时间 我就付出 不过还是要 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给我家人 因为善人有讲过 我还没进来持继之前 我听过善人开始 善人有常常就讲 你在外面付出做得多么好 如果你没有把家里顾好 是白做的 因为我也是想着自己退休之后 要做一些有意义 有意义人群的 我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只是带着一个酷生来而已 那么我什么都不会 带着一个酷生来 人生法则 生老病死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走过的路程 要经过的 所以我就要好好地利用我自己 有生的一天 要好好地利用自己 我自己的有一个价值 人生的价值 所以 之前我来的时候 开始进来持继 修的时候 难免会听到有一些 杂杂声 不过现在 这些杂声 不在我范围里面了 因为我已经全部把它 范围 我这个我自己讲 我只是六度万行 可以做的我就做 可以分享的我就分享 可以去 我要跟做善人的 五天三无 五天三无 OK 没有一个人我不爱的 那如果谁走进我的人生 走进我的生命中 我都会爱护他们 OK 没有我一个我不疼惜的 OK 也没有一个我不原谅的 所以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要这么 尽尽计较做什么 最近 我姐姐 最近三个礼拜 我没有出席 我们的南区 大祖年宜 因为我回去 马来西亚姐姐家 跟家的一起 跟姐姐 陪伴姐姐度过 她九十一岁生日 姐姐 之前自己 很自力 什么都自己会做 不需要人家帮助她 因为她今年 过年我去 我回去过 她还很好的 但是 不过后 她有出来过新加坡两次 因为她知道我在做志工 我弟弟妹妹 我哥哥他们也是忙 所以我们没办法 时常回去看她 陪伴她 所以她有来过新加坡两次 她来过新加坡两次 她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 不过她有一点 早期的 失际症 你充满 不过姐姐还很好 但是她在五月的时候 在家里 因为双脚没有力 跌倒 伤到她的旁骨 OK 那么伤到之后 她变成什么都不会做 张下船 上厕所 OK 起身的时候 冲凉的时候 等等 都要一个人来帮助她 都要旁边的儿女 孙子 还有 她的儿女 很疼 很孝顺她 每个人都很孝顺她 他们有请一个帮佣 那位帮佣 应该是印尼 印尼帮佣 我们每个叫她 她很好 她很疼 我姐姐 然后我姐姐 她会 比如说 我现在一个人 好好可以走 可以睡 可以坐 忽然间 我什么都不会做 什么都要靠人 你想想看 你如果 我是她 我也会感觉到 很big check flustration flustrated 所以我们 开始的时候 我的外甥 他们 他的家人 不大了解 会觉得 为什么她 这样 他们开始的时候 很难接受 不过 渐渐渐渐 时间过了 一段日子了 就可以 可以接受了 我到现在 73岁 我第一次 看到姐姐流眼泪 我真的很不舍 不过 我跟姐姐讲 我用善人的法 跟姐姐开导她 我跟姐姐讲 你有空的时候 多念佛号 多念 观世音菩萨的号也好 我说你要念 我姐姐跟我讲 不过 经常忘记念 我说没关系 嘴巴 他没有念 心里一定要有佛 每次我们的心里有佛 我们就没有问题 我们就没有 还有 最主要是说 我跟我姐姐讲 我从你身上 学到要搭 学到要有爱 学到要跟人家分享 你是我的好版样 爸爸也是我的好版样 爸爸也是我的好版样 我说 我都不放弃 我们大家都不放弃 我们还是要互相 抱住 过这段日子 所以我跟我自己讲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要多回去 看看姐姐 陪伴姐姐 因为人生无常 善人 常常常都讲人生无常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 从小到现在 我也有很多朋友 忽然间 好好的 前几天才跟他讲话 就这样离开了我 我觉得很难受 我真的觉得很难受 我又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我又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我什么事有时候放在心里 我不讲出来 不过有些 我会找到一两位 比较善知识 我们所叫善知识 善人明是跟我们讲善知识 或者我们的贵人 我会跟他们分享我的心声 我会跟他们分享我的心声 因为不是每个人 就有那种时间 去听你的心声 如果我很感恩 这一生 来到这一世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得到满满的爱 得到满满的福报 得到满满的贵人 真的 我做工 几十年来做工 我在外面也好 这家朋友也好 左右邻舍也好 我这边左右邻舍也好 每个都很疼爱我 因为这个是我跟 转结善言 善人每次鼓励 我们要转结善言 当你有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关怀 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给你的爱 善人说 人可以穷 不过不可以没有爱 善人常常提醒我们 要有一份爱 心里有爱 去到哪里都没问题 还有我们是慈祭人 你看善人 跟金色师父他们 一路一向来 五十多年来 是科勤 科检 科难 科勤 科检 科难 师父都已经走过这一段路 我们也可以从师父的身上 从金色师父 还有从各位法亲们的身上 点点滴滴 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还是要劝 鼓励大家 有机会的话 大家要回去佛陀的故乡 真的要回去佛陀的故乡 去体会一下 去体会一下佛陀的故乡 你要带着一个很单纯的念头过去 你不要想的太多 你看这张照片是我们要回的时候 我们要回新加坡 六月二十八号那天 六月二十七号那天 我们回去会所跟佛陀告假 说我要回新加坡了 我很感恩 早早是我以为我自己一个人会回来 南凯师兄很关心 南凯师兄讲 初二十七你自己一个回去 你要怎么 我说南凯师兄放心 我感恩 真的感恩我父亲 给我一个英文交易 我说我会一两句英文 就没问题 因为路是挂在我们的嘴巴 我们如果开口问人 人家就会帮助我们 人家就会指我们的路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的心情 带着这个方向这样走 你看我们要回的时候 我们去佛说 这个就是我们尼泊尔的office 这个就是我们尼泊尔的office 虽然我还有我发愿 我发愿尼泊尔 我多么希望尼泊尔 早日可以见一间 我们自己的净师堂 我们自己的净师堂 我有一点点钱 因为我是打工宅来的嘛 打工的 我不是做生意的 我没有很多钱 不是一点点我有能力 不是多我没有 不是时间我可以 不是时间我可以 所以我要鼓励全球的法庆家人们 还有我们本地的新加坡的法庆家人 可以的话 大家要互相合合互协 来报道师父 这个是我们唯一可以回馈给师父的 那么春花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声 忏悔 如果是平时我讲话 因为我耳鸣嘛 所以讲话的语气 口音有时候会大声一点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control不到我的volume嘛 control不到我的声调 所以如果有讲话大声一点 还是对大家 有得罪大家的话 讲话得罪大家的话 我在这里跟大家道个歉 请大家多多包含 多多一起往这个菩萨道走好吗 感恩 感恩 感恩春花师姐 这么感人的分享 我们在场的菩萨 有没有菩萨要跟师姐互动 还是有什么回馈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把握机会 大家是不是也是很想要到尼泊尔去 是到尼泊尔去 我知道大家年轻的一代 都是工作 在工作 没办法拿长甲 只可以回去两个礼拜 其实回去两个礼拜 你只是可以在尼泊尔十天而已 因为头尾两天去 回来两天 就扣掉就剩下十天 在尼泊尔 如果可以回去一个月以上 更加热门 所以我发现下一次我再回去 我要回去超过一个月 因为我放得下 我自己单身 所以我把我自己保持健康 就是给家人的安心 家人不用担心我的健康 感恩 就比较没有像我们这边这么方便 一趟车就要几百块 所以只有去接鸡啦 要送鸡啦 我们可以顺便 东方 顺便东方一下过去 能去那个大卖场去买一些菜这些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那边买那个 去大卖场也未必有没有青菜这些 我们去了这么多次 才好像两次才可以买到豆腐 你看我们去了几次 才两次可以买到豆腐 他们不是天天有豆腐的 不过我去人这段日子 归宴师姐 她是马来西亚的 以前她是新加坡 我进来直接的时候 她是在新加坡这边做之工 后来她搬回去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住 这次我跟她很好的姻缘 我去到那边又碰到她 所以我就 她一直带我去学习 那么她妹妹那边没有巴萨 那边没有巴萨 巴萨是我们这边所叫的马来 马来语巴萨 其实是市场 他们那边没有 他们那边一个礼拜只有两天的巴萨马拉 从差不多两三点就开始卖 卖到太阳下山 黑暗了 他们就收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巴萨马拉 就是市场 我们去那边买菜这些 他们那边买菜 他们很可爱 他们秤没有像我们这边有那些秤 他们是用一块一块的那个味 1克5克这样秤 然后这边放食物这样秤 那么那边就是好像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这样 五六十年代新加坡这样 他们家里也没有自来水哦 以前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也是没有自来水哦 我们要去外面排队去拿水哦 这一模一样 这个是回 我去到那边 我会想到我的童年的时候 回顾 回一回想到我的童年的时候 那除了之前 你跟我们分享这个生活的这些点滴哦 那除了生活方面 那我们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呢 去来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到尼泊尔去呢 我们的心理方面需要有什么准备 还是你会给大家 其实不用什么准备啦 你就要去那边 带长袖衣服 因为天气现在气候不调嘛 应该现在年尾的时候 靠近年尾应该是冬天啊 他那边的 本土之沟有跟我讲 师父你要回来哦 不过我要跟你讲 如果你年尾要回来 这边很冷啊冬天 你要带够衣服啦 要保温的衣服 不过我们持继的衣服 够我们保温嘛 我们有持继的jacket啊 然后我们有围巾啊 我们有帽子啊 带这些 还有 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去那边 一定要带 那个 如果三block 夏天就要apply 三block 脸上 手上 这些 要apply三block 如果平时的话 晚上就要apply 一些 moisturizer 这些保护自己啦 那边洗衣服 通常吃 那边还有哦 房间有很多 蚊虫哦 小小只的蚊虫哦 那么你去那边的时候 那些蚊虫不会 咬嚼你的 不会disturb你的 有一次蚊虫 我睡觉的时候 半夜 他说 我的肚子里面 有东西在爬 我就伸手出去抓 一只一只蚊虫在里面 这个 这个你就要有 mentally prepare啦 不用担心这么多 那边吃 连我们很感恩 执行长他们 他们有买一架 锅虫鸡 我们那边呢 他们的自来水 我们是不可以喝的哦 不要喝他们的自来水 因为 会所跟 那个Aroka Hotel 有一架 锅虫鸡 那个Aroka Manager Mani's很好 他每次哦 他每一层楼 都有一个 锅虫鸡的 这么大个 好像我们这边的 换钱水价 我们搞活动 不是有 大大个桶哦 他那边 每一层楼都有 连他会 refill的 他会refill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没有水喝 然后 Hotel里面 有一个 cater 可以给你煮水的 可以煮水 不过你们要去那边 可能要 自己 带一些小刷子 因为 那边的 我去的时候 刚刚是夏天 灰尘很多 我的白骨变成 巧克力色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我又没有刷子哦 我用手洗哦 怎么样洗也没有 没办法洗到白白 所以你们如果可以的话 带一些 一些brush 去那边brush 还有 那边的水的 water叫 hard water 他们的自然水色 叫hard water H-A-R-D hard water 他们叫hard water 你放多么多 你洗衣服 放很多 肥皂粉 没有用的 没有 foam啊 没有泡泡啊 不用泡泡 不要以为说 那怎么没泡泡 让我加多一点 不用 不用 哦 哦 然后它的 自然水 那边其实是很方便 那边有一个小 orchard small orchard 他们叫orchard 我不知道谁 前半 前程的自工们去那边 常住自工去那边 他们将那边的店 小地方叫 small orchard 那边什么都有的卖 那边什么都有的卖 好像洗衣粉啊 洗手水啊 hair cream啊 等等 那边都有 好像你要洗衣服的盆啊 盆啊 那边都有 那边都有 所以不用担心这些 最主要是带一点 要带美金啊 要带美金 因为你的Visa 要用美金还 我们住那边 也要用美金还 也要用美金还 所以你去那边 在机场 我们在机场 办他们的尼泊尔币 尼泊尔钱 我上次我去 我换200 我就用不完啊 我还带很多回来啊 下一次我去的时候 可以用 下一次我去的时候 可以用 哇 感恩哦 给了这么多tips 给我们啦 吃花师姐 其实你这样子分享 让我觉得啊 在尼泊尔生活 真的有点挑战 是有挑战 不过呢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真的没有压力 对不起啊 我想请问春花师姐一下 那边的乡村 我好像没有看到有种植 什么东西 蔬菜什么的 是什么原因啊 再来一次我听没有 啊 是说那边的乡村 我看到 好像都没有人 有种植 蔬菜啊 什么啊 是因为 没有 我们有去过一位 呃 志工的家 他的家 有一个小菜园 他的菜园种什么 种capsicum 他的capsicum哦 很小粒 不像我们这边的capsicum 很大粒哦 有时很大粒 他那边没有 那他capsicum 只有一个颜色 青色而已 没有黄 没有猴 啊 然后他那边 呃 有 辣椒 有辣椒 连他们那边 呃 青菜没有啦 啊 他们那边呃 有种芒果 有种芒果 呃 香蕉 芒果香蕉 也不是常常有的 看到的 你想吃西瓜 也不是常常会有的哦 啊 西瓜也不是常常有的 我去那边这么久哦 呃 木瓜都没有吃到 到到我最后一天 呃 去到呃 呃 克曼都 的机场 克曼都机场我要呃 坐飞机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KL的时候 我在呃 那个机场的 restaurant 用餐 那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 四片小小片的木瓜 只有单天而已看到小小片的木瓜 四片 四片我们两个人一人两片 一人两片啊 其他的水果没有 他那边有有葡萄啦 不过他的葡萄 呃 不会很新鲜啦 不会很新鲜 嗯 所以书真师姐 听说是他们的那个土壤 不是很肥沃啦 然后他们的天气很恶劣 他们的土地的关系 他们土地的关系 他们的天气也很糟糕 鱼龙维生 他们是种稻米的嘛 种稻米的 啊 啊 种稻米的 对 只是听说他们的稻米收成也是 只是 连自己家里用都不够 对 因为他们一年才收成 自己家里用 还有他们有金瓜 我们这米的金瓜是马来西亚 跟Australia来的 很甜很香 它那边的金瓜 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味道 它颜色也不会像我们这边的金瓜这样黄黄色的 没有 不是说水源啊 那个 对 对对 所以没办法种啊 不然我说 对 那边有很多Auntie 50岁都没做工 为什么不种一点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的会所感恩我们马来西亚的法青 他们带一些种一些辣椒 跟种一些番薯叶 都是辣椒番薯叶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样带过去 还有师姐 那边有很多那个猴子 你种什么 他就会来捣乱的 会来抢食物的 还有他们那边的牛 他们满街都是牛啊 满街都是牛啊 有时候是早晚盘晚都有羊啊 野狗 野狗也是 狗也是很多 不过他们不会吠你的 他们那边的狗 不吹吹吹吹的 不会吹吹的 For nothing you won't吹 那边的狗也不会来咬人的 他只是有时候走过 他用那个尾巴 扫扫你的脚这样而已 很亲切的扫扫你的脚而已 OK 谢谢 还有你们去那边 可以的话 看你自己喜欢喝一些什么饮料 因为我们的会所 我们的常住事工 好像南改师兄这些 他们会预备 本潮语啊 咖啡啊 麦露啊 等等啊 如果你自己喜欢喝一些什么 你也可以带一些过去 也可以带一些过去 好 谢谢 感恩 会会会我们接下来 还要请更多菩萨 来上线分享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 感恩 感恩 能意味给我们 这些 志工 机会去分享 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 一定要 因为上人也是鼓励我们 多分享 在尼泼泽尔的所见所闻 因为这是全球 奇迹人的福田 做我所说 对 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很棒 讲得太棒了 非常好 我还在很努力的学华语 不会 真的很流畅 对 所以很感恩 以后有机会也要请您再 以英语来分享 感恩 感恩 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感恩 大家互相学习 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